我們接著 這要做一般而言波前進的時候波形不會變 如果是沒有障礙往前走基本上波形當然就不會變 如果打到障礙物就不一定 如果是直線的障礙物 直的進去直的出來圓的進去圓的出來波形也不會變 但是假如是不是直線的有圓形的可能就會改變不過這我們就不管了 反正我們國中目前所學就是 波在前進的時候呢 形狀不會變 然後就根據這個東西就解決了一個問題 人家畫一個波 說他向左走或向右走 點上ABC珠四個點 請問你他的運動方向 解決這個問題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就是剛才所講的 波形不會變 實線是現在的波 他向右邊運動 就畫出一個虛線的樣子 然後他要從實線到虛線 你就知道他的運動方向 而且可以看出來 他的快慢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 A沒有動 因為原來在這 後來還是在這 所以A點是不會動的 那B點呢 實線是在上面 虛線是在下面 所以要從上面跑到下面 運動方向是向下 C點呢 實線是在下面 虛線是在上面 要從下面跑到上面 運動方向向上 同時你可以看得出來 B要跑得比較遠 C要跑得比較短 所以B的速度比C的速度來的快 這是第一種解決方式 第一種解決方式 所謂的 照他的形狀 往前進方向 畫一點點 就可以知道他往哪邊運動 第二種方法 叫做看後面 什麼叫看後面呢 往右邊走 所以右邊叫前面 左邊叫做後面 B的後面 在下方 所以B就往下運動 C的後面 在上方 所以C就是往上運動 所以第二個方法就是看後面 前進的後方 後面在上面 就是向上運動 後面在下面就是 向下運動 聽懂嗎 有問題的嗎 沒有 請問你這裡有個坡 這種題目要注意他向左動還向右動 向左邊運動 然後還把你畫好了 實線就是現在的坡 虛線就是後來的坡 然後請問你 PQ的運動方向向哪裡 PQ的運動方向向哪裡 誰是對的 哪個迅速是對的 好 PQ的運動方向向哪裡 誰的迅速是對的 12 誰是對的 豬 有人有问题吗 有人有问题了吗 对不起说什么 我们前面教坡的分类 根据需不需要介质分错力学坡跟电磁坡 力学坡需要介质 电磁坡不用介质 另外一个分法是根据介质的振动方向跟坡的前进方向 分做重坡跟横坡 根据介质的运动方向与坡前进方向的关系 我们把它分做重坡跟横坡 一种叫做力学坡跟电磁坡是根据需不需要介质 这个是根据运动方向分做重坡跟横坡 什么叫做横坡 横坡就是介质的运动方向跟坡的前进方向 互相垂直 上面的图坡往右边走 坡是左右动 弹簧是上下动 上下跟左右互相垂直 所以这个叫做介质运动方向跟坡的前进方向互相垂直 我们称之为所谓的横坡 他高低起伏所以又叫做高低坡 水坡是横坡 神坡也是横坡 现实生活里水坡不是单纯的横坡 不过国中生不用管就当做他叫做横坡 另外光坡电磁坡也是横坡 老师光坡电磁坡不是不需要介质吗 那怎么有介质运动方向 光坡电磁坡叫做横坡的原因 大学以后再学 我们不管他 你就进入他叫做横坡就可以了 去他横坡就可以了 所以水坡是横坡 神坡是横坡 介质运动方向跟坡的前进方向互相垂直 那如果是互相平行的 如果是互相平行的 就叫做重坡 图上面显示坡往右边走 坡是左右动 介质也是左右晃 介质也是左右晃 所以叫做互相平行 这个称之为重坡 他有疏密疏密的状况 所以又叫做疏密坡 我们国中教的深坡 空气传声音的深坡 就是一种重坡 就是一种重坡 OK 重点 重点 横坡跟重坡 一个是垂直 一个是平行 你要给我弄清楚 你要给我 你要给我记清楚 要记也非常好记 你会写国字就记得住了 你会写字就记住了 为什么 我的出问题 好 没关系 会写字就记住了 这叫横 你写个横 这个横上面 这个横的上面 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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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垂直 所以会写字 看得出来他就在垂直 写一个重坡的重 看他的字 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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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平行 所以你会写字就知道了 横坡叫互相 垂直 重坡叫做互相 平行 好 会写字就会了 一个影片 第一个 会写字就会放过来 谁还想吃 我会傻的 第一个 会写字就会见 确定 天 弹簧的重波和红波 实验仪器出弹簧 波的种类依照传播方向跟介质的振动方向来分分为重波 横波两类 重波指的是波的传播方向跟介质振动方向互相平行的波 和波指的是互相垂直的波 这是一个弹簧波 你们看出它是横波还是重波 注意看看它是如何发生的 用手推拉弹簧一端制造振波 让我们放慢速度来看 弹簧的振动方向跟传播方向互相平行 这是重波 这是另一个弹簧波 有没有看出它有什么不同 它又是如何发生的 用手上下摇动弹簧一端制造振波 放慢速度来看 弹簧振动方向跟传播方向相互垂直 这是横波 它们分别又叫做高低波与舒密波 请你给它们配上新名字 现在让我们换个角度看看 两波有什么不同 两条相同弹簧上的波 如果如画面中摆成 这个还没有交 后面要交 你看看谁快 看看谁比较快 后面才会交 你没有发现 其中有一个跑的比较快 现在跑的比较快 这个后面才会交 这个后面再说 后面再说 好来 第一个 刚才做的事情 是我们下个礼拜的实验 刚才做的事情 是我们下个礼拜要做的实验 第二 水波都是横波 深波都是重波 可是弹簧不一定 要看你怎么抖 你是前后抖还是上下抖 就可以出现重波或者是横波 就不一定 所以 请问 下列关于波的叙述 谁是对的 下列关于波的叙述 谁是对的 横于宣不在 横于宣不在 canvas 王儀 你說什麼 你說你選C喔 你說 水坡需要水 水坡需要水 需要介質 所以一定是綠學坡 神坡 剛剛講過神坡都是橫坡高低坡 重坡是要互相平行 跟你講會寫字就會寫了知道了 重坡是要互相平行 彈簧要看你怎麼動 他可以有重坡可以有橫坡 所以答案是A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